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 說著這晚三更半夜 舅長靜靜跟著柴郡主走到後花園 眼見柴郡主走到地路 過了一會兒 就聽見郡主叫 郡馬開門 開門 開門 寇準在葡萄架下聽得清清楚楚 聽見裏面有人答話 誰 是我 你為什麼現在才來? 真餓死我來 寇準聽 說話的真是楊綠郎 真珠都沒這麼真 我心想 這段我還不找到你 我看你還不能去哪 好,讓我再聽聽你們說什麼 好了,接著聽到下面有開門的聲音 郡主說 我早就想來了,知道我不敢來 扣准來了,你知道嗎? 扣准來做什麼事? 來祭奠你,要守寧三日三夜 現在還沒人走,哎呀,郡主,這就糟了 什麼事呢? 扣准這個人有很多辦法 不是被他發現了什麼破綻嘛 我們度度留心點就是了 對了,奶奶有信來 讓我看看 哎呀,你看我,被他們弄得我懵了 我都不記得帶來 我回去拿一封信給你 扣准聽見郡主說要出來 嚇到連王躲起來 柴郡主出來了 將頭一道門掩埋就沒有鎖 急急忙忙地回到自己的房子 扣准三步夾起來兩步 然後就回到靈堂 見到八燕王還在睡著 扣准就推醒他 王爺,王爺,來來來來 不要睡了,快點跟我來 八燕王醒了 一眼見到扣准這個樣子就問他 做什麼事啊? 快點跟我來,讓陸郎翻生了 啊,在哪裏啊?你跟我來吧 亦沒有叫醒,呼嚴霹遣 他們兩個又急忙走出靈堂 扣准說 王爺,你也除了一雙蝦爾燈 不是個個聲被人聽到不行的 八燕王沒法子了 像扣准這樣,脫了一雙蝦爾綁好 一前後後在背上一揹 罩下罩下罩下 然後扣准來到花園葡萄架下面 扣准叫八燕王在上面等 他就走前推開第一道門 走下石級來到第二道門 咦?那道門是縮實的 扣准輕輕敲門,各各各 扣著鼻子就學女人的聲音 郡馬,開門啦 楊六郎聽見有人叫門就問 誰啊? 我啊,你聽不出嗎? 是不是郡主啊? 那就是咯 話口未完就聽見到門喱喱 楊六郎在裡面出來了 扣准大聲喊 八王爺快點來陸郎翻生啦 八燕王在地牢裡面真的見到楊六郎 唉,高興到他不得了 心真的佩服了扣准了 各位 楊六郎為什麼事要炸死呢? 這樣的 因為金沙灘一戰 楊家八兄弟死的死,出家的出家 就剩下陸郎一個 還判了罪要衝軍發配 趕出京城 離開京城沒有走得多遠 陸郎就有病 周身生瘡 就托人帶順回家 蛇太君去品咒皇上 就想著主上一定會被陸郎回家醫 蛇,誰知皇帝不批准 蛇太君就寒心啦 唉,楊家 就剩下這個後代 真是千境田地一坡苗 萬歲的心腸也太狠了 對我們楊家半點關照都沒有 你說有什麼三腸兩短 楊家就會斷後的了 那老太君將心事說給大媳婦張金鼎聽 張金鼎說 無論如何都要叫陸郎回來養病 但又怕犯了私自回朝之罪 那他們兩個商量來商量去 就想出一個炸死埋名的茎仔 泰軍就派八姐九妹出京 把茎仔告訴陸郎聽 那麼戒差也非常同情楊家 就假報說陸郎死了 楊陸郎就喬莊改辦成一個商人的模樣 趁著天黑就運了入京城 泰軍就將他藏在地牢裡 叫他永遠永遠都不要出來做事了 現在遼國大軍入侵 泰軍帶了一幫寡婦出征 雖然老泰軍是被困重圍 但是他對陸郎還是不放心 趁著派楊排鋒回朝班兵 就寫信祝父郡主 說不要理我在外面生死如何 怎麼都不准陸郎露面 於是柴笨主就連王搭靈堂 做校服 假桑就當真桑辦 就以為萬無一失 誰知是強忠 自有強忠手 能人背後有能人 遇到扣準 扣準 這條計仔被他識穿了 扣準怎麼會知道楊陸郎沒有死呢 他就是聰明 不過初初他都不知道 蛇泰軍去金殿布桑 當時他真的以為陸郎死了 還沒等到棺材入京 他就含悲忍累去天波虎探望 一來想安慰一下泰軍和郡主 二來看有什麼事幫得忙 到了天波虎一看 雖然泰軍哭過兒子 郡主哭過丈夫 但聲音大眼淚小 不像死人那麼痛心 你們說扣準心思多細緻 他馬上擱到這裡有QK 後來楊陸郎的棺材混進京城 扣準馬上去天波虎吊宴 趁大人不在面前 偷偷問忠免他說 忠免 你爸爸好嗎 好啊 他在哪兒啊 楊忠免不出聲 登大雙眼望就扣準 你為什麼不說呢 你爸爸在哪兒啊 楊忠免一美另頭 我媽媽說不准對外人說的 那真是小孩嘴裡吐真言 扣準馬上就明白了 不過這樣 扣準開始都想不透 為什麼事楊陸郎要炸死埋名呢 甚至他再想 知道了 實是楊家不想為朝廷拼命 現在遼國進犯中原 怕叫陸郎掛稅才敢做 扣準是很同情楊家 所以也炸底不知道這件事 不過到了現在 楊排鋒十萬火金回朝班兵 如果不請陸郎出來 那蛇泰軍和各位少夫人就沒得救了 朝廷有滅亡的危險 那麥姓也要跟著受苦受難 沒錯 非請陸郎出馬不可 楊陸郎雖然是私自回朝有罪 但能夠帶兵掛稅前去解圍就可以將功贖罪 還有 炸死埋名 遲早都有個了結 難道一世都是這樣做嗎 所以他才當著八賢王趙德芳面前 跨下海口 但究竟楊陸郎躲在哪裏 他真是不知道 那麽巧 柴郡主送飯給陸郎 被他撐倒了 連王找到八賢王一起來到地老 學柴郡主的聲音叫門 楊陸郎將門一打開 扣準連王上前雙手抱緊他 哈哈哈哈 我看你還躲到哪裏 陸郎見到是扣準 想拼得扣準走出去 八賢王連王攔著門口說 余妹夫啊 我真是想你想到心都瘡了 楊陸郎一看見八賢王連王跪低扣頭 神有欺君之罪 罪該萬死 起身 起身 扣準說 有說話去前面再說 三個人剛剛走出地爐 見到郡主迎面走來 一撞撞到影 嚇到郡主就疾了一疾 陸郎一將經過情形告訴他 郡主就想 怪都怪自己不小心 躲起來了 躲起來了這麼多日 現在被扣準識穿了 太君如果知道一定很生氣 但是都穿了鍋子有什麼法子 唯有帶大家回去書房 八賢王說 余妹夫 你炸死來做什麼 好做不做 這樣的事很不禮事 唉 除此之外我有什麼發展 八賢王將前線的事說給陸郎聽 後來他說 現在只是沒有人做二路完衰 你帶兵出戰 這時候 柴份主將太君的信交給陸郎 陸郎打開來一看 知道太君被圍 就萬分心急 他磨拳擦掌就要去解圍 扣準說 你現在不能去的 你殺了潘仁美 萬歲到現在還是餘怒未燒 再加上你炸死賣名 皇將一定怪罪你的 一去就連人頭都沒有買 八賢王說 那不是 皇上不會搖順你的 對了 舅外兄 你說怎麼做才好呢 王爺 我有一個法子可以兩全其美 不過我要先問一下 王爺 你和我輸賣的事還算不算數 當然算數 不是就我這一年的縫銀 歸你就是了 空口無憑的王爺 那我和你立個字句就行了吧 八賢王寫好字句 還打了手指摸 扣準說多謝王爺 不過這些錢我就不是自己用的 當初我去夏歸院做員官 當地的老百姓很窮 你這些縫銀我拿去救濟災民 八賢王聽了非常佩服扣準 你喜歡給誰就給誰 我不管了 你快點說 怎麼才能夠免許我梅夫欺君之罪呢 舅外兄 王爺 在京城 就不能叫羊郡馬露面 要派另外一個人去掛稅才行 出兵的時候 陸郎就先行一步 在半老等著 等人馬出京了 然後再跟前線 將來打退敵兵 救了泰軍 立了功的時候 再來奏命皇上 將功贖罪 這樣就妙哉了 八賢王說 是啊是啊 這樣好啊 不過這樣啊 誰能夠領兵出朝呢 你是陳薇臣自有安排 不用皇爺你擔心 輸到的時候 皇爺你說過要聽我的話 八賢王說 我聽話我聽話 我聽你說就是了 哈哈哈哈 天亮了 八賢王和寇準回到靈堂 喊醒了湘王 呼嚴霏顯 呼嚴霏顯問 我六哥呢 寇準沒有欺騙他 將經過的呈言說了他知道 並且祝福他的嘴要密實些 要守口如瓶 對誰都不能夠說 那樣 教大元就辭別了楊六郎柴郡主 各自回家 八賢王翻到南清宮換好官服上朝 民武群臨都到齊了 參拜完皇上 民東武西就排列兩旁 宋太宗問 眾位外兄 哪個能夠掛席去前線救揚門女將呢 八賢王望實寇準 意思是說 那怎樣 看你了 六郎一半老上等的 過了很久沒有人回答 這時候寇準出班啟就說 啟稟主上 神舉戰一個人可以做二路元帥 啊 寇外兄 你舉戰誰呢 神舉戰八賢王 掛印為帥 可以打退韓賢壽的人馬 八賢王一聽 啵聲站起來 他心想 哎呀 寇準 為何你開這些玩笑啊 我什麼都不懂的 宋太宗說 寇外兄 我王真是個文人 他怎能掛席呢 萬歲 我不是開玩笑 八王爺是文武相傳 有一次我去南青宮找王爺商量事情 見到八王爺在花園沒有劍 沒得了都不知道多好啊 只見劍光就不見人影 我看到眼都頂了 他有本事 不過表面上看不出的 寇準這番說話 將皇上說到順了 王爺 你還有兩道本事啊 怪姑王不知了 你自己說 掛帥你行不行啊 八賢王爺說 我什麼都不會 一看見寇準 猛額頭叫他答應 他唯有說 得得 我只是想請子 那先鋒官就選誰對呢 未等寇準開聲 八賢王搶著說 我看雙天官寇準最對 他是個文官 怎麼會打仗啊 萬歲你不知道 寇天官武藝高強 你沒聽見他剛才說嗎 上次我在南青宮武劍 剛好寇準來 一定要跟我比一下武 那我們兩個就對打了 大戰了三百個回合 都不分輸贏勝敗 是他讓我而已 其實他比我多多聲 皇上不信了 寇準 你願不願意做先鋒啊 願意願意 微臣正是要請子 宋太宗又問 押梁官派誰對呢 八賢王說 扣大人 你派了 鐵邊王呼嚴站最對 宋太宗說 呼嚴愛卿 那你辛苦一趟 你為二路元帥押運梁草 呼嚴站在嘴裡心想 要我跟這兩個飯桶去 他們哪會帶兵啊 他有心想說不去 但是皇上說話已經講出口 沒有辦法了 唯有押頭 民武群臣個個都奇怪 啊 這個扣準啊 他在湖爐裡賣什麼藥啊 事情就是這樣就定了 皇上說撥精兵十萬 決定第二日起兵 第二日 八賢王換了元帥的官服 來到教軍場 在典仗台上一坐 在下面這麼多兵 物質質成一大片 看到他眼花撩亂 都不知怎樣典兵 眼珠一轉 有辦法了 先鋒官 點兵 扣準也不認識 他連王說 押梁官 點兵 呼嚴王爺說 你們一個是元帥 一個是先鋒 怎麼會輪到我點呢 我只是管押梁運草 扣準小小聲說 我們不懂點兵 不懂點兵 為什麼一個做元帥 一個做先鋒 如果不是我們兩個做元帥先鋒 怎麼會要你這個押梁官呢 哦 原來你們都指望我來做的 哈哈 呼嚴王爺 你不做誰做啊 你膽敢為抗元帥先鋒的命令啊 啊 你對 你對 我點 呼嚴王爺很快點齊了十萬精兵 這個時候 文武官員來到十里長廷送別 黃延寧 趙浦 鄭印 個個都覺得奇怪 嘿嘿 這樣的元帥先鋒 真是打得仗的了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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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